尊敬的各位法师 各位同修 大家上午好 阿弥陀佛 请先开经本第八页 经文第二行 以定会力 降服摩月 看这一段经文 上一堂课 有略略地学习过 先说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讲了 跟我们生活 关系很密切的 五音魔 烦恼魔 而后是天魔 死魔 说到生死是魔 很多人 不否认 死亡 确实很可怕 那如何去降服死魔呢 菩萨用的方法 是定会之力 什么是定会呢 我们常说 戒定会 三无漏学 把戒省略 因为菩萨 已经具足定会 而我们 刚刚学习的时候呢 其实 会 还谈不上 定呢 也有点勉强 那戒呢 戒好像懂一点 学了佛 懂了一点戒 干什么呢 戒就是管人的事情 我们现在学到的戒 就是用来管人 怎样越管呢 心越不定 我们下手的方便 是戒 戒是什么意思 戒 就是收拾心念 调伏自心 这是戒的原则 楞严经上说的 射心为戒 什么是戒呢 能把自己的心念 收拾回来 这就叫戒 那我们看到的那些条文是什么呢 条文 是心收拾回来之后 自然而然 表现出来的生活行为 大家要从这一方面去理解 那并非强制的要求 也不是佛陀 拿这些条文在管众生 管众生 多累呀 管得过来吗 再说了 有谁听你管啊 我们现在 都在试着去管人 管事 不管怎么行啊 管谁啊 那我管他 他听你管吗 不听 我很生气 来来来换个人 来管管你 你听吗 我也不听 为什么不听 我不服啊 他干嘛要管我 那就对了吧 我们不服 被人管 别人也不服 被我们管 这不很正常吗 很平等的吗 不要说是一个普通人 要管我们 佛菩萨 如果真的要管我们 我们照样不服 想想看 是不是 大家来到道场了 师父要管大家 敢管吗 不敢 师父 师父 我们还叫师父 还叫一声师父 也照样不听管的 为什么不听 不服啊 你有什么资格管我啊 我叫你师父 师父是客气的 那么我们有没有想过呢 我们连尊重的佛 菩萨 师父 都不愿意被他们管 瞧不起我们的人 又如何愿意被我们管呢 想过这个事情没有 那说戒律是干嘛的呢 戒律 是管自己的心 听明白了 戒律不是管别人的 大家也不要以为 师父在管大家 我管不了大家 我只是跟大家引导一下 引导也算不上 分享一下 遇到事情 分析一下 说明一下 我绝对没有个想法 去管大家 大家得听我的 没这想法 有这想法 我晚上会睡不着觉的 我会很累的 我什么时候气死的都不知道 道场是要管的吗 很多人说 师父 你这道场 哪里哪里得管管 哪里是管的呢 有谁听管啊 你来说 我让你这样 你听管吗 不听的了 那我们学习佛法 学的是什么呢 学的是管自己的心 也有人说 要用一些制度 去把这些人事都管好 制度 是死的 人心是活的 制度有没完没了的漏洞 人心 却有无量无边的 聪明技巧 想办法去钻那个漏洞 你有这个规定 他偏偏走那一遍 学佛不是玩这些游戏 所以佛所说的戒 是教我们收心的 而不是让我们去要求别人 去管理别人 这一方面大家要认识到 定会谈不上 我们从戒学会收心 心能够收回来一点点 魔怨也会减少 虽不能完全降伏 能减少 等到心完全收回来了 心完全收回来 是什么样子 有人说 我心收回来了 我心很定的 没人烦你 当然很定了 什么叫心收回来呢 心平了 欲尽逢源 心是平常的 是平衡的 是平静的 哪怕有种种顺利静缘干扰 他的心是若无其事的 好了 因戒得定 这就是六祖能大师说的 心平和劳持戒 什么缘故呢 戒在其中 这跟楞严经上讲的 完全相同 什么是戒呢 射心为戒 把自己的心 守护好 因戒也得定 这样心才能定 戒如果越学越烦恼 那就方向弄颠倒了 对戒律感兴趣的朋友 时常有这样的困惑 我这样做 他们都不这样做 气都气死了 这些人都不如法 这些人都是摸子摸顺 这些人都要下地狱 脑袋里面 思想里面 全是这些东西 我很难相信 他会上得了天堂 别说成佛了 真正学界 慢慢的心平静了 因定开会 会是什么呢 彻底觉悟 定会力 就是定会起作用 能降伏 能降伏 魔怨 对于生死 这一桩事情 也看淡了 所以死亡的恐惧 不再有了 对念佛人来说 这一句佛号 老实念 叫戒 什么叫老实念呢 安心念 用心念 不仅仅是用嘴巴念 用心念 念之久久 心平 什么叫心平啊 你再看到所有人 念佛不念佛 念好念坏 心里面平静 不再起烦恼 这叫念到与佛相应了 念佛堂的同修 念佛要这样念 你不要边念边去 边去看着念佛堂 如法不如法 哪有如法不如法 只有我们的心 凡与不凡 心生烦恼 把你放到如法道场 照样不如法 心地清净 你还放到五着恶事 照样是火中红棉 念佛堂的同修 进去就安心念佛 那有不如法的呢 今后不要说如法不如法 我们还不够这个资格 说别人如法不如法 不要以为我听了几天经 我明白了一些道理 就好像得到上方保健了 释迦如来告诉我了 你不如法 谁告诉你的 少扣帽子 先把什么如法不如法 放在一边 你先问问自己的心 有没有烦恼 心起烦恼 你就是抱着无量寿经 如法吗 经上这样教吗 有一些看起来不妥呢 首先 用善巧方便给予引导 能引导则引导 不能引导则暂时给它隔离一下 隔离的用意是保护它 一方面不要影响别人 另一方面 别让它自己继续烦恼下去 这是一种慈悲方便 大家可不要以为 这是起了烦恼 把它给赶走了 拒绝了 我们这样想 显然是误会三宝 三宝哪里会拒绝人啊 不会 你说千丹呢 千丹也并非拒绝 给它冷静冷静而已 我们得首先认识到 真正的魔并非在外面 那是我们烦恼的心理 死亡 对每个人来讲 都是必然 既然是必然 那就不用烦恼 不用恐惧 坦然面对就好了 很多念佛人来说 干嘛呢 我求往生 求往生 今天有个同修来跟我说 他要在这里求往生 提出要求 给我一个房间 我要求往生 来了我会告诉他 这个房间求往生的 这里曾经死过人 如果他害怕呢 害怕呢 自己还不想往生 说说而已 那里求往生的人 还对死亡有恐惧的概念 他在考验念佛同修 求往生 那里死过人 你先去那边住几天 往生什么概念啊 对死亡看得很平淡 为什么 了解了 这叫了生死 诸位念佛同修 真要求往生 这一关是要面对的 谁都回避不了 看到死人都 跑得比孙猴子还快 你往生到哪里去啊 我怕他那个面孔 自己将来这个面孔 会更好看吗 所以真正念佛人 首先要了达生死 是怎么回事 以畏惧心 那心不安啊 不要怕 死亡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咱们今天商量商量 怎么死 这就叫了生死 不要误会啊 不是说商量好 就一起去死啊 商量商量怎么死啊 就是大家考虑 我将来怎么走 走得潇洒 走得自在 你看那些念佛 往生自在的人 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吗 要走前几天 跟大家说 我回净土了 信不信有你们 过几天来送送我 到的时候 跟大家挥手 拜拜 再见 多么潇洒 这是念佛人 要学的榜样 大事情啊 比真房间 真位置 真徒弟 要重要的多啊 念佛同修 好好想想这个事情吧 要不然你念佛干嘛 他说求往生 求往生 你是往生到那个房间吗 我们最应该考虑的事情 却把它忘掉 最后受它折磨 你就不要怪人了 死的时候为什么痛苦呢 受折磨 为什么受折磨 害怕不愿意 所以才会痛苦 你看人走的时候都很遗憾 假如我再能多活两年 多好啊 给他多活五年了 再多活一年多好啊 哪怕活到一百二十岁 哎呀 再多活半年也好啊 你这样的心 怎么能往生得了啊 往生是什么呢 对生死看淡了 说走就走 现在还做不到 我们先了解 有了这样一种心态 走的时候就没有挂碍 心无挂碍 无挂碍过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发言文似乎是这么说的 灵命忠实 欲知实至 身无病苦 心不贪恋 意不颠倒 如入禅定 然后这个魔就没有了 死魔 对一般修行人来讲 他还有另外一层障碍 一般修行人 这一生修行 辛辛苦苦 累积了一点基础 还没成就 命到 不得已 要怎么办呢 要转世投胎 继续修行 转世投胎 谁还能继续修行 只有极少数极少数 大根性的修行人 还能够不昧 全身因果 继续修行 更多的修行人 这一转世 就开始 享福造业了 大家看到 这些大福报的人 那福报是偶然的吗 过去生中 佛门修的 这一转世 有隔音之谜 纵然遇的缘很好 前面一二十年 耽误掉了 再接着修行 已经是人到中灵了 还没修好 又要死了 就是这样 生生死死 在轮回中 至今 没一个消息 所以对修行人来讲 死魔 是这样理解的 它不仅仅是 死亡时候的痛苦了 是在轮回中 造成的这一种 间断 影响修行人 直接成就 那么聂佛人呢 这个障碍可以化解 直接往上了 到净土 最大的好处 就是 不再死 无量寿 可以永远经济 不受障碍 直至成佛 死魔 不存在 天魔 是讲的 身外的魔 前面这三种 死魔 烦恼魔 五音魔 这个三种 都是我们自身具备的 因为迷惑造业 而给自身带来的种种折磨 所以以后不要随便说别人着魔了 我们着的魔还少吗 今天有没有着魔啊 自己都不清楚啊 什么是魔呢 你不高兴了就着魔了 着什么魔呢 着不高兴魔啊 欣喜若狂也着魔了 着什么魔呢 着欢喜魔了 有人说不是要开心吗 开心 不是那种得意忘形的状态 开心啊 是一种很祥和的 情绪很适中的状态 不是那种极度亢奋的状态 所谓法喜充满 它一直是这种状态 身心相合 郁闷了 愤怒了 傲慢了 这些都是魔 我看它就像魔 自己心里有魔 看人才是魔 这位注意了 外面没有什么魔 只有我们的心在折磨自己 同学说了 我就看它不顺眼 它不如法 那是因为 我们有个不顺眼的想法 我们有一个不顺眼的习惯 当心眼睛会生毛病 常常看人不顺眼 眼睛会出问题 你看菩萨怎么看众生的 看一切人皆是菩萨 听过吧 苏东坡 看佛印禅师是牛粪 佛印禅师 看苏东坡是佛 苏东坡以为自己厉害 把你看成牛粪 你不如我 有个明白人告诉他 这个明白人就是他妹妹 苏小妹 说哥哥 你惨了 你看人家是牛粪 说明你心是牛粪 你心那么脏 他看人家是牛粪 人家看你是佛 人家心是佛 佛心看众生皆是佛 你还以为自己很厉害 对照一下吧 我们在常常用什么心态看人 这就是我们想磨的地方 磨在哪里呀 磨就在我们起心动念处 在道场里面修学 好处很多 但奇怪 很多同修说在道场是非很多 我都奇怪了 哪里有是非呀 他说那个再说 那个再说 那是什么 那是魔力 看你会不会学 你把它看作是非 心里面就起烦恼 你把它看作是练兵场 你就会成为上将 所以人越多的丛林 越好修行 很多现在的同修 听不懂这个话 认为修行 我要去闭关 后山有没有地方 给我藤间房子来 我要去了生死 每个人来都这么提要求 有没有地方给我精进用功 我要闭关了生死 先别了生死了 你先把烦恼了了看吧 你了得了半个烦恼 再说了生死 丝毫烦恼都了脱不掉 了什么生死 牛也不是这么吹的 你以为这些修行人都外行吗 你关起门来就叫了生死 牢房里面的人个个都了了 那个无期徒刑的 应该是成就最高的才对 关的时间最久吗 闭关闭的是什么呢 闭关是自己的心守住 不是把房门关住 房门关住叫坐牢 心守住叫闭关 我们时不时就听到 刚学佛两天就来说 师父我要闭关 口气好大 闭关 闭什么关啊 关谁啊 了生死 难道真有生死吗 再说了 生死是别人给你创造的吗 你干嘛要排斥别人呢 既然不是别人给你创造的 你何必要恨人 何必要回避呢 连这些最基本的概念都没弄懂 古人闭关 并非初学可以的 那是什么呢 久餐饱学之事 闭关养道 你那闭了关就宣布 你是很有成就的 很有精力的 有人就会扣你的关 干嘛呢 你有成就的 要向你请教啊 一问你还不如他出来 门给你打破 你没资格闭关 你还不如我 你闭什么关啊 现在呢 充其量叫自修 还说得过去 关起门来自修 还勉强说得过去 其实也不知道 是修板凳还是修桌子 关房里面没其他人了 你只能修这些吗 你真的会修心 真会修心的人 还能把房门关起来 修心跟关不关门有关系吗 修心就是修心 跟关不关门没关系 这才是我们要学习的重点 我们要降伏的 就是这颗心 降伏其心 你说天魔不是外面的吗 说天魔 就是跟希达多太子做对的 这个天魔波群 明星级的人物 他的真实身份 是十地菩萨 不思议泄托菩萨 在十方世界 做大魔王的 一部分是十地菩萨 还有更多的 座位 是以成佛 成愿再来 以魔王身 教化周生 想也想得到啊 但我们不想 怎么想也想得到啊 你说谁的福报 会比菩萨 要成佛的菩萨大 谁的威势 谁的能力 谁的胆量 会比一个要成佛的菩萨 还厉害啊 谁啊 你想想看 谁啊 能有谁会比他厉害 肯定是比他更厉害的人 想也想得到啊 否则的话 看看也知道啊 马上要成佛的菩萨 在三界之中 声明早就远播了 威德智慧福报 无人能比啊 干嘛还惹这个麻烦 惹谁不好 非要惹他 想想也知道 所以经上为我们说出真相 这些魔王 在十方世界视线的魔王 都是不失以大菩萨 顾佛成愿再来 那为什么用这个身份呢 很简单啊 他是教官啊 特种部队训练 魔鬼训练啊 要培养一批精英的 这些士兵 那就必须要用特殊的 魔鬼式的方法 才能训练得出来 那教官本身还不如士兵 他能训练谁呢 明白这个道理 就知道了 那天魔实际上是修行人的老师 大善之士 这是大成经上给我们讲出的真相 魔王波寻 他做代表 前面说过了 太子要视线成佛 一定得有轰轰烈烈的一件事情 用现代话讲 这叫造势宣传 成佛要度众生吧 必须得让众生知道这个事情 那什么事情最重要呢 打仗最重要了 打仗里面有圣父 圣的人全世界都知道了 于是呢 魔王波寻就来了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坐师视线 全是在表演 所以大家以后啊 不要再恨魔王了 也不要提到波寻就咬牙切齿 也不要看到什么如法的 不如法的 特别那些要看不顺眼的 说魔子魔孙 诸位 魔子魔孙 跟佛子佛孙 有差别吗 人家说有差别的 佛子佛孙成佛呢 魔子魔孙 难道就永远是魔吗 他就不会成佛吗 想想也知道啊 纵然真的是迷失自信 造作种种恶意 佛都说了 他会成佛 他会回到 我们又何必这么愤愤不平呢 当我们在愤愤不平的 说某些人 是魔子魔孙的时候 其实啊 我们已经加入他们的队伍了 也变成魔的一类 那怎么知道呢 你在恨人 恨人是魔鬼 管你恨谁 心魔起作用啊 天魔 此地说的天魔 就是讲客观的 他化之在天 天王 也有经上说 是在他化之在天上 世界天下 专门有一层 魔王功力 那境界更高了 所以对于魔的理解 我们先从根本上去认知 然后呢 魔王表现出来的这些手段 大家准备好了 接下来叫魔鬼训练 通过的人 各个都是精英 通不过呢 通不过没关系 还有下次 我可不可以弃权呢 没这回事 每个种子都必须要经过 没完没了的历练 没资格弃权 也就是说 这些魔杖 你随便跑到哪里 都会遇到的 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主动 一种是被动 修行人 觉悟的人 是主动面对 一般人 是回避 抱怨 想办法躲开 没想到 躲到那个地方更多 这是自己意想不到 早知道我还不如在原来那地方 谁让你躲呢 那这些手段是什么呢 手段 就是人生遇到的种种历练 对菩萨来讲 譬如西达多太子 成佛之前所出现的这些境界 诸位 那是一个缩影啊 金钱权力地位 美女 来诱惑 这比喻什么呢 我们人生当中的顺境 人生得意了 我们有没有变成魔的俘虏啊 变成魔的俘虏什么呢 感觉这样很好 认为 这是我的成就了 实际上呢 入魔圈套 被魔掌控了 魔是谁呢 就刚才说了 这教官 给你设计的这样一个诱惑圈 你进去不出来了 这是顺境 逆境呢 打击 诽谤 就照你的谣 就生你的事 就看你不顺眼 就让你活不下去 怎么着 我不干了 我不干了 这一关没过 休息一段时间 下次再来 我不来了 不来找你去 你不要以为我不来了就没事了 什么叫找你去 你生活中照样会遇到这样的境远 这就是需要被动去面对 而这些境远呢 那真叫折磨了 业力险其 被动面对就叫业力 主动面对呢 就叫怨力 不可思议 所以为什么学府要强调怨力 具足怨力的人 经常有比喻啊 披红世凯 向将军 披甲上阵 无所畏惧 他披的是什么甲呢 黄金甲 刀枪不住 千军万马之中 眼睛都不眨一下 这是比喻菩萨的怨力 菩萨有这样坚强的誓愿 出入种种逆境恶缘 他能所向披靡 无所畏惧 这是真正发愿啊 他过关了 我们呢 袖袖盔甲是可以的 上战场 早就下趴下了 不需要千军万马 前面来一个 来汇报消息的 来打探军情的 我们看到 赶紧就丢盔卸甲 一流烟跑回去了 我不干了 我不干了 太难了 吓死我了 我们所谓的那个月 就变成了抱怨 还跟我说 有佛菩萨保佑 那么可怕 那么烦恼 那么弃人 变成抱怨了 发牢骚 天魔 是种种藏元 来磨练 修行人的向道之心 所以古人说 魔多 凡始 道心皆 那个魔 就刚才说 他真实的身份 我们得这样去看 教官 魔鬼训练式的教官 修行人 所要面对的 正是这样的一种 锻炼 他的手段 确实很残忍 超出我们想象 但是我们的烦恼习气 不是这样去淘汰 根本就去不掉 哪里有那么轻松 你听两句经 我懂了 烦恼照样一个 不会跑掉 这是天魔 外在的 实际上呢 是另外一种手段 来锻炼修行人 在这些静缘当中 这个修行人退下来了 退下来 是说明 他本来的 那个意志力 就不够坚强 不够坚强 他自己 也会退下来 只不过现在呢 是让他提早的 认识到而已 你可不要以为 这样我不学了 事实上 我们那个上进心 也并没有真的发出来 所以这些地方 我们要正确认识 回到我们现前生活中 我们现在遇到的 道场里面遇到的 你可以说这就是魔 没错 魔是什么 魔炼啊 你说我来道场学佛的 怎么遇到这么魔 佛在成佛之前 也照样要经历 魔这一关 我们现在 外边的魔 先不要抱怨 心里面本身就有很多魔 得好好把这些魔 降服一下 所以从今而后 生活中的这些所有遭遇 看作是历练 尤其是那些不顺心的事情 尝试着去面对 学会面对 那怎样是把这个魔愿 降服了呢 有一天 面对种种不顺心的遭遇 曾经啊 曾经的不顺心的那些遭遇 看起来都若无其事了 好了 一定会立 降服魔障 降服掉了 降服的是心啊 不是降服外面的这个境界啊 境界哪里需要降服 它自己都会消失的 你不用着急 降服的是我们那个不平的心 这一点要认识清楚 愿 愿是什么呢 愿有个心之底 它是从心里面出来的 我们现在要发愿 不要抱怨 每天都要发愿 每天都不要抱怨 说是这么说 我们每天呢 都是先抱怨 而后才发愿 发的愿 也是为抱怨做准备的 没抱怨啊 开口闭口 全是抱怨的事情 怎么会没抱怨 所以这愿 是我们今天最大的障碍 障碍我们的菩提心 慈悲心 障碍我们往前 迈进一步 现在我们是原地踏步 寸步都没迈出去 怎么知道呢 因为在抱怨 抱怨什么事情呢 抱怨师父不公平 抱怨居士 不配合 抱怨老天爷老下雨 抱怨小朋友不听话 抱怨那条狗一直在捣乱 抱怨这个饭菜 怎么这么难吃 抱怨为什么每天 要这么早起床 抱怨为什么不对我好一点 这些想法 是我们目前 最主要的功夫了 我们现在在练抱怨功夫 有没有啊 对照一下 大家举一反三 想想看 有没有这些抱怨 不用不好意思 有吗 很正常的 我们都天天写 冤亲在主 超度一下 来个三十系列 三十我看不够 来六十 昼夜六十 横系列 超度冤家都玩完了 冤家都给我走开 写拍位把他们烧掉 越超度越多 我都奇怪 哪那么多冤家 我们学了佛 别的没学到 到学会冤家在主 一个都是冤家 两个也是冤家 整团都是冤家 师父也是冤家 居士也是冤家 到场待了几年 没学到别的 全是冤家 不是冤家 不剧头也对吧 事实上 外面没有冤家 佛经上说的冤 讲的是什么呢 阿难问 阿难问 是佛 吉凶经 给我们说明 谁是冤家 十恶 是冤家 十善 是后佑 谁是我们的冤家呢 心里面 那个贪 称吃 是冤家 行为中 杀到 尹 是冤家 言语中 妄语 两舌 恶口 其 这些是冤家 我们天天在带着冤家 做秘书啊 还说那个人是冤家 那个人是冤家 真正的冤家 只有我们的恶业 为什么说恶业是冤家呢 因为将来我们堕地狱 受恶暴 有痛苦 是他带我们去的 他不是冤家 谁是冤家 难道你恨的那个人 会把你带到地狱吗 不是的 你堕地狱 他走 他不恨你 他不堕地狱 你恨他 你堕地狱 所以谁是冤家呢 那个恨人的念头是冤家 不是你恨的那个人是冤家 这事情要弄明白 我们学佛要学的 就是这个觉悟啊 所以下面再写超度牌位 再写超度我的恶业 我还没看到有人这么写牌位 超度我的贪心 超度我的称心 超度我的嫉妒心 那个是大冤家 好好去超度吧 好 有人说了 原来这冤家 这不要超度了 不写牌位了 我说的冤家 是那个某某人啊 我们眼睛就盯着外面 当我们把这些心理 摆平了 降服了 再回过来看 眼前的每个人 每条狗 每只蚊子 蚂蚁 那都是 殊胜的稀有姻缘 大家跑到一起 不是来跟我结缘 我何必以冤家相待呢 是不是 还是弥勒菩萨 那句话 眼前 皆是有缘人 相见相亲 整部满腔欢喜啊 来的人都有缘 来的狗也有缘 来的蚊子也有缘 来的生命都有缘 见一回 亲一回 不要见一回 恨一回啊 诸位 见一回恨一回 你都不在学佛呢 真是着魔了 佛有这么教我们吗 你说我听老和尚讲经 你听老和尚讲哪句经 教我们这样恨人啊 教我们这样看人不顺眼 教我们看人都是冤家 这才是我们要学的内容 这样学 你就越学越开心 越学越自在 心越学量越大 为什么呢 愿意去掉了 去掉的不是外面的那个人 而是去掉我们那个怨恨的想法 所以我常常跟大家分享 分享什么呢 有很多人做功课 做什么功课 读经念佛持咒 这些小功课了 你天天做个大功课 什么功课呢 每天念 我今天不抱怨 不恨人 不生气 念上三年的大功课 不信试试看 你念什么经念什么咒 能把这些怨恨心念掉了 那才叫有功德 前面念两个小时 回来还是没恨的 咬牙切实 牙齿都咬掉 功德在哪里 你最想想看功德在哪里 你就带着这样一个怨恨的心去极乐世界 去极苦世界还差不多 极乐世界 这是我们当下的状态 认识清楚 从哪里修啊 这里还不需要修吗 最需要修的就是自己那个不平的心 学佛就是修心 不是拿着经本做功课而已 也不是参加没完没了的法会 这些都是用来提醒我们的 真正的佛法就在心灵的觉悟 心悟一切法皆是佛法 心灵一切法皆是烦恼法 所以我们要学的佛法 是谁学谁用的 今天学了马上就用 怎么用啊 诸位之前恨过什么人 现在心里面向他道歉 对不起啊 我以前恨你了 好在你还不知道 我先给你道歉 心里道歉 你不会吃亏嘛 如果之前两个人结了院 这个人还健在 你得赶紧找到他 对不起 我之前恨你 我不应该 你恨我 我能理解 不要带恨人 诸位 那个念佛往生的人 大家不知道人家是什么心 以前我在新加坡 有一个老爵士往生 家人讲他往生前怎么做的 愈知识志 知道哪一天要往生 往生前几天啊 他自己不能动了 就托家人 把之前结过院的那些老朋友 都请了来 来给他们下跪 跟他们道歉 所以我这辈子 最惭愧的事情 就是曾经对不起你们 曾经恨过你们 我现在要到极乐世界去了 我不希望你们过得痛苦 希望你们原谅我 这样你们会过得快乐一点 为什么 如果对方还恨 对方会苦 他不苦了 这些老朋友们 也都很感动 也不知道他怎么会这样 这是念佛念 明白了 心里面再没有怨恨 所以他走得很直在 念佛同修 从这里念念哦 念念有佛 不是念念抱怨 这是真念佛 因为什么什么事情 我实在放不下 事情早过去了 过去十年了 二十年了 你如果觉得还不过瘾 你再放在心里 再放三十年吧 事情早过去了 放不下的是那个心念而已 谁苦呢 世界苦 谁恨谁苦 所以叫自作自受 说活该都不忍心 他已经很苦了 不能再说了 真正的痛苦 不是外面的人造成的 就是这个怨 所以现在 在家出家 同学们 我们学什么呢 学不抱怨 不要抱怨师父 不要抱怨父 不要抱怨同修 从这里开始啊 很简单啊 不复杂的 一点都不复杂 对老爸老妈 不要抱怨 爷爷奶奶就不说了 你得想得到 爷爷奶奶可以抱怨吗 学一凡三 对长辈不要抱怨 对师父不要抱怨 对师父省心了 不用解释这么多了 对同学同修不要抱怨 出家了 师兄弟之间 不要抱怨 再加呢 居士之间 不要抱怨 居士对师父呢 也不要抱怨 师父对居士呢 更不能抱怨 从这里学啊 这是大功德 越学 越自在 我们被什么障碍呢 被这个怨给障碍住了 所以怨气很重 大家以为这几天 阴云密布 天气和阴嘛 那不叫阴 我们心中的怨气 才叫阴天 怨气一直笼罩在 我们的心灵当中 那才是阴云密布 怨气 这也不要怨啊 记住了 脸很好 师父怎么讲 也不要抱怨 养成一种习惯 事实上呢 这就是一种 大修行 定会力 降魔 扶愿 分开来说 定力可以降魔 惠力可以扶愿 实际上呢 它是同时的 但是分开来讲一下 我们也好理解 什么叫定力降魔呢 大家记住 不管什么诱惑干扰出现 情绪先不要动 这就叫定 先不要让情绪起作用 你说难啊 做不到啊 所以才要训练嘛 你一念学 一念书上学 就考一百分吗 没了可能的事情啊 但有个学习的过程 所以要训练 不让自己情绪 马上起作用 但训练 训练这个心 训练的方法呢 就是不断的提醒自己 可以念佛 念佛是提醒养成习惯 你也可以就像刚才说的念 我不抱怨 我不发脾气 每天念上一千遍 提醒自己 时间久了 这心就平了 心平气和 这要训练啊 这跟年轻年老没关系 有人说等我年岁大了 我就稳重了 我就心平气和了 是这样的吗 大家看看年岁大的人 都是这样的吗 年岁大了 脾气也会跟着长大 如果不去调整 不去降服 他没有可能 老了就没力气发脾气了 没这可能的 人老脾气会跟着变老 那么老之隔了 这需要我们去锻炼 降服其心 心定 种种顺境逆境 都用一种 平常的心态 去看待 先培养这种心态啊 会立服愿 会是什么呢 明白事理意 观察真相 真相明白了 愿就无从生起 我们现在为什么 有怨的想法 有抱怨的想法 不明真相 很多人说恰好相反 我不是不明真相 我就是看清楚 太多真相了 所以我才愤愤不平 他说的真相就是 经过我跟踪调查 那个某某人 就是怎样的 这就是他所谓的真相 这个真相叫烦恼相 佛法所说的真相 就是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你何必计较 何必跟自己过不去 这是会呀 以智慧力 所观察的真相 一切都是幻想 愿就无从生起了 在这个里面 个人的得失厉害 自然而然 也就很平淡 我们的愿 无非就是从 是非厉害 得失胜负当中 所产生的 你看现在 有个人 他心里面 愤愤不平抱怨 为什么呢 自己的利益 被人侵占了 无非是这样而已 但如果想明白 利益本来就没有 现在有什么损失吗 没有 恢复原始状态而已呀 人还活着就好啊 如果再这样 愤愤不平下去 人也活不久啊 那不是为难了自己吗 所以 我们现在学 降福摩月 就是把我们当前的心态 调整好 我们的生活 将会更加自在 降摩而后 成正觉 你看这个顺序 是这样的 什么意思 真觉我 真觉我 就是在历练当中 自己的心 明白了 这是 降摩下 我们说到这里 下面 就是成正觉了 下一堂课 再继续学习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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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